哈嘍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 今天跟各位带来是十一流四的天梯观战 先来看日本对阿拔斯的对局 日本也是有阵子没出来了 我们得来看一下日本在天梯上的表现 当然这也只是日本其中一场啦 我每次都要强调这件事情 把这比赛上千上万场的 能做的比赛也没有到每一场 阿拔斯跟日本的对阵 阿拔斯最近才看过 阿拔斯也是一个农起来后面也是经济蛮可怕的文明 不过日本其实也不差 日本早期单TC直接快速攀城之后 然后开始搬圣物 搬圣物之后到后面大明的双元大明宫殿 一路升到幕府将军城堡 那整个资源的采集效益也会往上抬 虽然只有食物 但那个食物的加成也是非常可怕 农田建造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来看一下开局吧 那日本的话呢开局是直接吃果 但他没有先研发田园 哦 但是比较少见 通常一开始日本会想要吃这个果树的话 都会先研发一下田园 因为这个可以让他采果效率提升25% 不过这一把 多的吗 他没有选择 先研发田园 就直接先吃果了 有可能就是 单纯只是想先把果树消耗掉之后再慢慢吃养吧 那张地图呢是这个高市野区 小市野区的话主要是旁边这里有一堆长草区啊 不过中间这里看起来是没有长草区的 而且这个陆地看起来相对满近点的 这个这个点位 看一下等一下封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打法 不过阿巴斯如果这么近的话 阿巴斯军事偏店应该是 自在必行 感觉 智慧宫下去之后应该封建时代 蛮大几率有可能会选择 就是偏店先做一波骚扰啊 上面的调配各位可以看一下 肉筋开 对两边都是一样的 阿巴斯也是选择先吃果吧 因为是吃果文明 所以羊都可以省下来 羊找的怎么样啊 噢八头羊 那其实对这种 就是不吃果文明来讲啊 找羊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 反正你也不急的回去 就一直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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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吃果文明这个羊都可以 6到蛮多只的 阿但这这把日本是先吃果啊 所以他也可以选择就是晚点回去 但现在看起来羊的情况 阿巴斯这边好像找的比较多 后面跟了11头了 日本的前期的羊找的好像不是太乐观 他家里只有5头羊 他就等下他知道他自己找不到羊 所以就先吃果子 OK开的是仓 日式仓库 每50秒可以在地标周围建一座农场 农场满的时候会改生木材 这个有人都会觉得说他现在 建在这边然后挡住之后那个农田会不生 然后会赚到木材什么的 但我得说其实差不了多少啊 你还是会先生一段不短的时间去生农田 那你生完之后才会被挡住 然后开始生木头 重点是你生木头 不是说真的缺到缺到这个东西去生木头 但有个好处啦 因为仓是一个公用的存放地点 也是说你仓这样盖的话 你村民到这边踩这个木头 你可以省去伐木场 直接直接这样踩贴的这个仓 放资源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这样盖也是有蛮多层用意的 阿玛斯看一下 公司偏店果不其然 就是选择这个打法 那日本这个时候才拉了田园 让他的村民系带增加 就小小手推车啦 但是这个手推车有增加柴果效率 只是现在日本的果都已经吃了 就差不多了 而且也不是第一时间研发这个 效率上不确定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还是有剩三重就是了 那这个时间点开始看一下 阿玛斯这边是直接就有两只长枪跟两只工兵 这个军队就很关键了看一下 日本也是完全有所防范的 哨战已经是拉起来了 仓也是紧贴TC 所以骚扰的能功率应该是蛮低的 坦白说应该是蛮难骚扰的 就算来骚扰柴果这边的村民 也骚扰不了多少时间 阿反正都已经吃了这么多虫了 回去吃点羊也可以 但这把日本的羊找的实在是有点少阿 那个只有五头而已 这如果被封太久羊是会吃完的 回头看一下阿巴斯这里 阿巴斯没有在踩石头 哦 他要直层 他想要跟那个日本去拼圣物啊 阿巴斯这边是这个调配 看起来是没有要在封建时代跟他打 没有要在封建时代开TC搞经济 好像要直接上层 日本的话也不用说啦 那开仓了就直接上层了对吧 他是点农田要盖吗 真的耶 日本这边还自己点农田 自己再多加盖几个上去 没有完全等仓再找 日本这边还是有派村民在吃木头 他木头倒了之后就直接在 把那个农田给放下去 让自己经济再更好一点 但现在看起来 阿巴斯有可能是更早会上到 春宝时代哦 日本竹系工点八当中 吃下能力提升 那因为日本没有吃食物的那个科技哦 就像一般文明 会有这园艺学 园艺学的话会可以提升一般食物的采集效率 包含农田就是这个食物的采集效率 那日本没有这个科技吧 那日本没有这个科技的话 就只能靠那个大明中原 升上去才可以增加25%的采集效益 所以他升那个田园跟那个 他那个是什么又忘记了 反正就是 日本的首推车里研发上去之后 是对吃果增加的效益比较大 那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可以增加那个 带的细带量 采集效益还是会 比较好的提升啊 阿巴斯 开了一个军营 升级了坚韧长江兵 阿巴斯很快哦 现在七分钟 不到七分钟 就点下了经济偏电 军事接经济 那反正你有新兵训练营了 这个阿巴斯的独有科技 还是要介绍一下 非常的强 所有步兵的生命值加15% 那所谓所有步兵 就不单只包含近战步兵阿 包含弓箭手也算是一种步兵 所以新兵训练营这个 科技是非常的强 配上复合弓到城堡时代之后 弓兵速度还可以提升33% 也是非常的强 那据说这个好像是减少 装填时间吧 我有忘记了好像在哪里看到说什么 这比账面上实际的效果还要更高 反正总之就是阿巴斯 尊堡时代算是一个很强温 那经济偏电也很久没看了 也来看一下吧 经济偏电 新月沃土 经济跟房屋的成本减少百分之三十 我记得以前更多的 还是还是更少 是数值上改版太多次 有时候都忘记但原本到底是多少 总之现在减少百分之三十 经济跟房屋 也就是说你盖TC的话会非常划算 再来就是农业 可以让农田的收集效力竞争 ok 那如果 阿巴斯先上城堡的话 他应该会开始抢这个圣物 不过日本也正在造水鸟居 水鸟居 每两分钟就可以有一个神职生旅 本身就会持有一个衣带 可能生旅也可以开始搬圣物 阿巴斯现在也 上城堡了 既然这个时候上城堡 应该第一时间会点下清真寺 通常看到这种 就是 经济型文明 他不开TC 他就是要跟你抢圣物 应该他知道 现在日本 日本现在最强势的打法就是 也是说最合理 应该说最合理最强势 怎么讲都可以 反正日本就都是职城为主 开TC对日本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益 因为水鸟居会送你神职生旅 这个东西就很像阿玉部 阿玉部快速生成之后 然后有那个 骆驼生旅 可以去搬圣物 一样 可是会让对手 倍感压力 如果有那种圣物的压力 所以你还是要跟对方去抢 开好 日本直接取得一个神职生旅 要先放在马就吧 一样 OK 起马日本武士 要先把这个加速200% 等于是三马就啦 三马就的产能 一只12秒的起马日本武士 搭配神职生旅去抢圣物 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效果 因为机动单位嘛 阿把斯的话 城堡时代出机动单位的概率不高 因为刚刚讲过了 还有这个 步兵训练营跟复合弓 所以你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两个科技 阿把斯大部分情况下 在第三时代 选择枪兵跟弓兵的概率是比较高 或者是就装甲步兵 就是没办法 因为你就是有这个特殊科技 等一下日本 你有两只奇马武士在场面上了 任务已经是掌握到一个了 看到阿把斯这边是比较贪 他是搬一个比较远的 先把对手的圣物搬回来 蛮难得日本这边搬输阿把斯 因为通常都是日本耕田更的比较快一点 他直接直沉上去 阿把斯这把直沉速度其实算是蛮快的 奇马武已经也拿到了一个圣物 反正不要差太多三圣物两圣物这样持有 这比赛影响就不太大了 但奇马武士直接吞过来要打阿把斯 阿把斯加里有两只弩兵 少量弩兵有可能会挡不住 不过这里出了一只骆驼 可以让对方的骑兵单位降低伤害20% 有效 想不到吧阿把斯 竟然出了一只骆驼 骆驼砍骑兵也是两倍加成 所以奇马武士打他是相当吃亏 对阿 现在场面上的兵力而言阿把斯是 非常的领先 也是克制单位 打起来也算是非常好打 他们这边在打的玩法就是又开始骚扰了 反正到处的去批村民 阿把斯又得分兵去防守了 目前圣物掌握的情况如何呢 日本这里也是目前持有到第二个了 阿把斯这一个应该能控制下来吧 理论上应该是有看到的 所以伊玛木应该等一下应该会过去搬 日本这场出公主青 因为阿把斯有那个吧 大量的长香兵 所以公主青也没有到烂到不能出啦 阿如果对方都是出这种长香兵 你不出 你不出公兵 说实在也好像说不过去 不打也不行 公主青打这个长香兵还是有加成的 效益上也不会太差 有啦 那这把 圣物战争 阿把斯是3比2领先喔 没关系 阿把斯也是准备要推进了 前面你在戳这个冲荒车喔 阿把斯目前TC是单TC欸 他跟日本打单TC欸 赤本已经是大名中原了 这两边打单TC对阿把斯来讲 虽然阿把斯有新鲜食品 可是省下那些食物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 啊 多到哪去啊 男蛇的食物就省那么一点 食物的话 理论上省那一点对 城堡时代之后的战争 也不至于有差到太多 大家这个 公车造完之后 把部队往后拉 那对上是日本的 骑马武士跟公主青的组合 那公主青这个单位 为什么大家都不太爱用 原因是因为他是短版的 工兵 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跑速 但你不要忘记 现在神罗封建 神罗封建时代的工兵 跑速跟他一模一样 阿当然阿公主青比较便宜阿 他只要30食物跟35的木头 一般文明我看一下 一般文明的话 30食物跟50的木头 所以其实公主青是相对便宜蛮多的 少了15的木头 这个大量制造下 其实还是能省下不少的资源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场日本用公主青 能不能有个好的表现 因为玩日本很多人都 不喜欢用公主青 右边日本一样利用机用单位去 去烧阿把斯的围墙 然后做一个特边骚扰 去让对方阿把斯的进攻 节奏稍微缓缓 这算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你有机动单位 在家里发呆 不如去烧一烧东西 反正也可以迫使对手的村民过来搞点事情 这个维修冲太近被砍到 这个维修 这个是砍得到这个村民的 这个也是觉得有点怪阿 因为四代的设计理念就是没有要像二代一样 你在修的时候不小心跑出去 然后也被砍到 四代现在好像经常也有那些 我觉得就算一些bug 不小心穿魔出去然后被砍到 日本前面这里 绕练公族青1.38的跑速 阿把斯这些弩兵跑速很慢 跑不掉要被公族青追喔 而且有日本的长弓奇本 哇现在叫长弓奇本真好 都不会看着字面上被误导了 好总之现在长弓奇本在后面 还有加到伤害值 长弓奇本在的话 这个公族青的伤害就跟一般公兵 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一波推进日本非常的成功 直接反推一波 阿把斯这边这一波军队是要追 刚刚日本这里的奇马武士 不过奇马武士毕竟还是有机动力的 不好这么快抓掉 给我阿把斯这一波推进是 直接被公族青打了一个反手 公族青的机动能力让他追击 非常的有优势 又被压到门口上来了 日本这边就围一个小墙而已 日本就一个精锐城镇 在家里就造这个农田而已 就靠大明庄园这边在生 经济 日本这里的食物采集效益就不差了 每分钟 那应该就900多了吧 阿把斯 单TC 看起来 有点吃力喔 阿把斯没有开这个多经济的话 暴兵速度好像也是跟不太上 而且本身阿把斯没有多TC的效益 其实算是蛮差的 因为他村民比较便宜 他可以短时间内多造极的村民 而花掉比较少的机 可是这场LASH没有这样做啦 可能也是担心日本在城堡时代的 搬圣物这个行为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特别的 感觉他也没有特别的异象 好像要再补一个TC 补金器之类的 反正日本这一波 没有工程兵器 应该也不敢硬充吧 阿把斯家里 也是有清醒投资车的 不信他的文明特性 可以限地直接造投资车 不要进攻的话 先不要冲动 日本回去先缓缓 造个弩炮再回来 神旅到阿把斯门前 招扰他 嘲讽他 直接被一波带走 好啦 结果现在反而是阿把斯被赶回家里 现在日本在中路是直接造下哨战 阿把斯现在其实应该要 有了有了 直接补两个TC了 对 阿把斯现在TC其实一般文明四百三百五 他只要两百八两百四十五 不补TC真的说不过去 现在有一个比较缓缓的时间 就是没有在近东了 应该有点舒缓的情况下阿把斯是直接 造下两个TC 而且这两个TC还盖得非常的近 直接贴在一起 呦 在盖的同时呢 日本又再次的往前推 阿把斯现在只能采取首饰 小心这个弩炮自己被卡死了 哎呦 哎呦 往后退 呦 队友把自己卡死了 没有投资车这一波很硬喔 阿把斯已经赶快再造第二个投资车了 直接限地拉 可是这一台弩炮才是问题阿 这个弩炮看到投资车第一时间一定会先点掉 而且对弩炮而言他只要点他就好了 这个应该取消就好了 哇这里阿把斯只能硬挡了 不过阿把斯这里有不少的枪兵跟骆驼 其实日本武士应该 这边骑马武士应该撑不住 而且公主星体质也不是特别好 应该能撑住吧 应该是打不进来 阿把斯还有两个TC在这里 后方单位持续的输出 公主星应该是顶不住 古拉木出来助阵一下 轻松点伤害 还行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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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阿 应该守得不 阿把斯家里 防御还是做得OK的阿 日本这边竟然出了两只女武者 不知道点出来是吧 感觉没有道理要出女武者 这个少战还生了弩炮了 没有问题 比方好 阿把斯有惊无险了 日本才杀了九春而已 不算多不算多 阿把斯退掉了另一个TC 阿把斯 对 他退掉了一个TC 不敢太极限 原来只要再直接退一个TC 然后到两个TC而已 那也可以啦 赶快现在追村民吧 不然 我看现在日本家里是什么 大明庄园 日本也两TC 前线这里也杀了一个TC 而且升大明庄园 这有点不妙阿 因为日本的TC 是可以直接升到 慕福将军城堡的 那血量非常之多 多到不可思议 所以他直接可以在中间当一个 就当大型箭塔用 完全是 要小心 日本这个TC 跟一般文明PC 就是插在这里 他升到慕福将军城堡之后 那个血量 多到夸张 你这个要拆都不是要 都都没有办法拆那么快 所以他可以完全当做 城堡时代的大型箭塔去使用 但成本我记得是蛮高的阿 因为你升这个你看要一百 一千两百的石头 才升得到慕福将军城堡 可是那个血量增加上去 真的是非常多 这对防守上来讲 已经是相对简易很多了 只是那个资源 不是大型箭塔可以比的 真的吃太多了 他总不能比大型箭塔便宜阿 不然这有点太强了 日本直接在中路这边压着圣地 然后补上更多的军女 感觉要转日本武士了 日本武士配女武艺者之类的 也算是日本现在比较万金油的打法 什么都可以打 女武艺者配武士 好难有什么组合可以有效的克制阿 好啦日本这边应该不会再补公族星了 理论上 应该就 韩鱼多少就继续用吧 阿拔斯这里军队感觉 走精兵吗 古拉姆骆驼奇 日本在巡 看看阿拔斯有没有出来吃外面的资源 那边也还 这高四野区啊 所以其实走进来 不知道有看到什么东西 要补一些少战 高四野区自己也是要注意一下 这样地埔 少战蛮重要的 要补一下四野 日本 日本这边 有一只女武者 倒出来吓吓他 阿拔斯71村 竟然还追不上日本 赶快补经济这段时间 有了 女武艺者 这里先转女武艺者 还没有武士上场 武士还没有上场 先用女武艺者为主 女武艺者也是真的便宜 60 15 20黄金 超级便宜的单位 所以也算是现在日本 非常爱用的一个单位 女武艺者 攻击距离 又比较长 所以他堆叠在一起 不会有那个近战单位 卡到攻击的问题 而且攻速也非常的快 0.9秒就打一次 伤害12 不算低喔 只是他本身就体质比较差 打中甲比较平弱一点点 但他就便宜 容易堆疊出大量的军队 那阿拔斯这里的话呢 现在再出的是努兵 如果再出下去 女武艺者会非常开心喔 努兵是打中甲的 女武艺者是轻甲 完全没有用 伤害会直接浪费掉 现在日本是直接围着阿拔斯 到了一圈哨战 可以完全控制阿拔斯的视野 很重要非常的重要 这个完全可以看着对手在干嘛 拉了一只骆驼骑出来 就好像要被弓箭手射穿 阿拔斯目前城堡时代理论上 他如果打奇兵单位对他来讲 真的也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但他炒粮的有可能是什么呢 需要点肉盾 他也可以出古拉姆 日本刚刚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没有在出太多奇兵吧 阿拔斯这边还是选择一些骆驼骑在当主力 骆驼骑也出了八只也算是蛮多的喔 但他可以当金马使用啦 但跟真正的金马比 还是有差的 这个攻击力落差还是有的 骆驼骑直接只有十四点攻击 一般对的你看奇马姆是二十四点攻击 当然他打奇马姆是有加成 但他打其他单位就会相对比较比较 所以有刀奇本 弓奇本 刀奇本还有两只 女武艺者大队已经又准备好了 女武艺者配弓属青喔 阿拔斯这边资源好像开始浓上来了 这个资源量很多 阿拔斯的军事建筑够吗 这军事建筑感觉有点不够喔 你看日本这里是有八个军营的喔 八个军营三射箭厂两马就 阿拔斯这里的军事建筑感觉不太多 资源消耗的速度可能有点慢 或者是他想要上帝王 要让他上帝王阿 文化偏店 文化偏店值得关注的应该是知识保存这个科技阿 他可以让所有科技跟时代升级成本降低百分二十 这个满早版本的时候满多人爱用的 在前面圈 就可能封建时代生成的时候就会点 因为知识保存可以让所有科技都变得比较便宜 然后医疗中心这里其实上次有一个patch有更新嘛 就是有buff这个医疗中心 但说实在我觉得也是可有可无啦 就跟那个猎王修道院一样 反正现在是多了私人中心 旁边也可以治疗单位 又进入了围城大战 我日本这里围的墙是有点大跟 可以把石墙给围起来 因为如果你有石头的话围石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你有石头赶快把边界都先围起来 石头 因为石墙也要拆你不可能用步兵去烧 就没办法烧 一定要用攻城兵器 这其实会让很多人进攻的欲望降低相当多 旁边有人进攻 但是猴子车这一把很痛 他刚刚应该往后拉一下 这里操作上比较偏可惜 不过尼武医者刚刚这一波也是受到了 浪围的一个大伤害 但尼武医者这一波进来 阿巴斯看起来也是相对的比较难受一点 骆驼齐 防御也没有到很高 靠一些额外的加成来拉到5点的防御 拉姆6点防御 但尼武医者体质不够好 顶着阿巴斯的TC还有 造战 还有军队 这边看起来没有打赢 阿巴斯还反而是 杀的比较多 所以物价值来到了一万三千多 而且打完之后 两边都进到了帝王时代 日本竟然在跑伤 我的天 日本的商队还特别的有特色 还真是没有仔细看过 日本商队这个 还是本来商队就长这样 我感觉好像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他上面有一个遮阳棚的东西 他这个日本跑伤跑很久了 我刚才也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有16个火药商人了 我的天啊 他在日本的黄金收益 等下就开始滚雪球了 我相信阿巴斯应该是没有想到 日本会在这个时候跑伤队吧 应该都不会想到 他也没办法侦查 他不会知道他在后面跑伤队 所以这张地图跑伤队还真的蛮难阻止的 反而是日本这边过来把阿巴斯的商队 贸易战给疯了 因为他自己在做坏事 所以他觉得对方应该也会跑伤 结果对手没跑伤 那个时候你过来看一下 如果发现自己的贸易战被围的话 你应该就会知道说 对手可能注意到有贸易战这件事情 他可能在跑伤 不然没事去围你的贸易战干嘛 心里有鬼 好那日本现在又200人口了 升到帝王时代 金元女武艺者 直居的爆又是女武艺者 纯纯的女武艺者 再看这一把纯纯的女武艺者不转兵 是不是能直接冲下阿巴斯 阿巴斯这里落脱旗 我看估计就是拿来吸收伤害的 有机动部队就类似 怎么讲 跑比较快的装甲步兵吧 冲箭手 金位工兵后面有复合工的加成 这里工兵 数量好像不够多 女武艺者这个刀非常的快 而且刚才有50几只的女武艺者 加上日本这里有8个军营的产能 女武艺者的数量根本就没有什么断过 阿巴斯也开始大量的转工兵了 这个东西打女武艺者是有加成的 女武艺者是轻近战步兵 所以打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公竹青这边要跟工兵打 应该是跟不上 而且正是复合工的工兵 现在日本还带良亭火炮到正前来了 要阻止一下 阿巴斯的骆驼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赶快过来抓一波 可以抓掉一台 赶紧抓另一台这台抓掉就赚 骆驼死了也无所谓了 对 我要好 这两台火炮直接爆炸阿阿巴斯这里的杀伤价值是大优 大优到不行 两万两千成日本这几波进攻看起来是不太行 武艺者倒下 这个少战是直接升加农炮台的 良品加农炮 日本还是继续在爆女武艺者 他有在出火枪阿 但女武艺者还是比较主力的 可是现在阿巴斯是全部都工兵 而且是精锐版本的 骆驼资源旁边的工兵 还可以获得护甲效果 而且步兵也都可以额外获得一点护甲效果 古拉姆这边是直接十点防御 这工兵要硬打打不穿吧 日本不可能不论兵吧 日本不可能不论兵吧 里面是有几个刀旗粉 这还是活生生的被砍穿 看到日本的火枪兵 也开始出场了 阿巴斯竟然 步步的被往后推 阿巴斯军队被杀到剩一千多位 阿巴斯这里的 但是 军营不够多吗 感覺他军队俯上来的速度有点慢 日本这边已经是十二个军营了 阿巴斯支援器是很多欸 感觉一直被日本往前推 感觉被压出兵点下水饺 那种感觉 阿巴斯这里的军队 就支援还很多 他军队出来的速度有点慢 感觉是军 那个军事建筑其实是有点不够多 这样军事建筑他是需要大量工兵的 大量工兵的情况下 他不够射箭场 他那个工兵爆的速度有点慢 哇这里 我日本还有军队俑者在这边砍村民 完了 这是日本关刀嘛 果然 就是这样 这是为什么日本现在很爱用这一招 因为被中夺交坏了 中夺现在都用那个 在耳心人家 现在日本有这个比较快的步兵也是拿来这样耳心人家 可是女武艺者这个单位我是真的觉得做的 平衡度是没有什么问题阿 我真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吃消耗操作的一个单位 这里还有大统喔 大统这个东西打箭竹很痛喔 130点加成 虽然之前有很多人拿来打部队用 但其实大统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支援步兵去打箭竹 他单位也是玩足足的一个 直接反身把骆驼给收了 配合女武艺者这里的推进还行 但现在日本是全面都是单位阿 整个地图战线到处都是日本的单位 阿玛斯见面有点快要hold不太住的感觉 阿玛斯的军队其实是不够多的问题吧 这个大统应该可以收掉了 因为他盖的是那个总指导枪枪嘛 现在叫总指导枪枪 总指导铁炮厂 他可以用免费的token去叫那个大统出来 应该也是叫了蛮多支出来的 正前方还被压了一个日本城堡 这东西发的是火箭 不是一般的弓箭 而且打部兵骑兵有额外的加成 一发一发下去弱铢应该是一发就死一只了 满血的不会阿 但这种残血的一发就收掉一只了 这城堡压在这边 阿玛斯现在又 黄金比较吃紧吧 他食物是蛮多的 黄金这边是完全没有进杖 他打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日本这里的单位怎么会那么多 阿因为日本在跑伤阿 正后面这里 这个伤队莫名其妙的多 35个火药伤人 这正前方就是一直派兵上去打 跟你说 尼武艺者这样 存爆行不行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太行阿 你要看一下杀伤的价值 现在阿玛斯是杀了4万分喔 他不是说什么打了一个五五对开 没有 阿玛斯其实杀了4万分 日本之所以能这样冲 是因为他经济比他好 爆兵速度比他快 诶他有4级阿 他在跑伤阿 阿玛斯还是挤了一挺火炮出来 要把城堡给拆掉 但这问题是正前方的这一堆部队阿 能不能先挡出 爆兵赶紧往前贴 不然骆驼没了就没人挡了 城堡血量5500要拆 一挺火炮要拆也要拆挺久的 一直往前补 大型箭塔压在后方 阿玛斯这边也是跟对方 对拉防御箭主 阿玛斯这个反推能成功吗 阿玛斯还带出了一挺长重炮 所以日本好像暂时出不了门了 这个城堡应该修不回来 日本应该不会硬修才对 城堡应该也不够多了 这意思意思派两村民快来修也没什么太大意 多耐个一炮吧 理论商应该是修不回来的 城堡被推掉了 城堡还蛮贵的喔 城堡能力虽然比较好 但是城堡一个要900石头300目 很贵非常贵 一般文明的话 其实他只要900石头而已 啊 这里什么都被日本拉了一个城堡 不还好啦 阿玛斯有两个火炮应该是在一起 而且这里也不是农业区什么的 应该对阿玛斯来讲影响不大 只是现在日本的村民竟然爆到150村 因为他还有商队 商队加农民加到150村 地面部队只能造50的 就台式让日本不断的往前进攻 一样是用女武艺者跟他洗 去洗战神 不管 跟他换 把阿玛斯的资源换攻 这里阿玛斯是全部工兵 克制 女武艺者的一个打法 已经是这个军队喔 杀价值要五万分了 阿玛斯已经是迎对手两万分的一个 击杀价值了 但日本还是持续的在进攻 有不怕死的中国 现在有不怕死的日本 是不是 而且到处都是那个日本的城堡 什么鬼 日本怎么这么多钱 日本这钱多到到处在那边盖城堡 有不小杀 哇靠后面的商队 有够扯 40个活药商人 每分钟3100个黄金 阿玛斯都已经没有黄金了 好家在是日本这边出的女武艺者 阿玛斯只需要出工兵 对不对 那工兵的话不用黄金 其实阿玛斯到现在能撑的原因是这个 阿玛斯的圣物没了 喔 所以的青恩寺被打掉了 微博的黄金收入都没了 四台火炮阿玛斯这一波 怎么防守 派村民过来硬拉大型箭塔 正前方的单位看起来数量还是蛮型的 刀旗本是直接被收掉 他直接丢刀旗本在这边切副自杀 女武艺者这边是完全不可能撑得住的 这边都是工兵 全部加成伤害 女武艺者纯纯的出是纯纯的挡不住 火箱兵数量看起来也不足 这边这里 最多推进还是失败的 难道阿玛斯有机会逆转吗 分数上阿玛斯这边是比较落后 但是日本这里出了风情炮 五根炮管的火药单位 适合对付成群的单位 这东西可以连续发出十二个炮弹 每一发炮弹带出四十二点伤害 这个阿玛斯如果不小心被风情炮抓到的话 会不得了阿 风情炮虽然很少出 但是他是有他的出场价值的 这个太平点如果等一下打一个 打一个大战 风情炮突然出场 阿玛斯有可能会意识不到 阿玛斯家里步兵为主 也是阿玛斯一个比较经常选择的套路 正面做推进 这个大型箭塔竟然修起来了 但不管日本这边带无挺火炮 瞬间要把大型箭塔抓掉 风情炮垫在后方 但是阿玛斯有长重炮 看这个长重炮还真的要打蛮多发的诶 这风情炮四百二十血诶 很多诶 这风情炮比火炮血还多诶 他四百二十血 而且日本的军队实在太少了 他应该有 低调一点村民诶 阿玛斯家里被骚扰咯 就溜了一匹进来 正面虽然日本人是没有打下来 但家里这里又被砍村民了 阿玛斯现在经济又 阿玛斯现在其实有一万多的息 好像也不算经济特别差 风情炮 射程十二为什么要跑那么近 诶 有长重炮啊 傻小 没收掉啦 有长重炮被火炮反炮 这边这里 火炮 火炮这么多台 还有投石车 阿玛斯又是工兵为主 这边看起来有点难防守 黄金时代 还因为建筑被摧毁掉 数量不够地弄掉 这样只有工兵的话 打工程兵器也打不动 而且配合风情炮在那边 步兵也不敢照进 家里的女武艺者威胁是暂时解除的 但也死掉了 目前总计八十八个村民 阿玛斯 阿玛斯TC被押进了市任中心 如果被押出兵点 日本现在有一万两千分的军队架级 主要是火炮数量非常的多 地标TC是瞬间的被收掉 而日本也在正前方直接造架了城堡 跑伤 日本跑伤还是非常可以的 这边看起来是直接要摧毁智慧弓 不打了 对 GG结束这样比赛啊 因为 阿玛斯不要忘记了 他只有两个地标 一个是地标TC 一个是智慧弓 所以只要你被抓到智慧弓这边来 而且你确定你防守不住 就不用打了 你一定是被地标胜 也是结束这样比赛了 好啦看到这边 不要忘记 喜欢世纪帝国寺的朋友 给点个赞支持一下我的解说 后面还是会持续跟各位带来更多世纪帝国寺的讲解 很多的天体比赛精彩的对局都跟各位分享啊 当比赛 哇你看出来全部都是奇本的好帅啊 OK那这样比赛日本靠着强大的贸易 还有这个火炮直接反推 阿巴斯是挡不住啊 阿巴斯击杀价值是比较高 但还是撑不住这个资源的消耗 最后还是只能投降了 直接被这火炮洗脸 好啦那今天这样比赛跟各位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现在下次更多是164的相关对战影片哦 就一样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